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 自由广场桑普时间,我是桑普 今天就很开心,我邀请到一位我相识的一位 就是由香港来这里,我们俗称手足 就是以前的香港在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 她都很愿意出镜出声和大家一起去做这个节目 很多谢你Nancy,Nancy你好 Hello桑普 是,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前线的抗争者 就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 就是不断来到台湾 这个情况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是最多的人 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 我想去到2020年的时候 我想就是Nancy来,你就来到台湾,是不是? 嗯,没错 那你再想一下,现在你是在读书的,是不是? 是 那现在我所知就是说很罕有的 因为你来台湾读医科,就是做医生的医科 那是相当难得的 哦,OK 我觉得也不是的,其实可能都有不同 不同界别的人走过来都尝试找回自己想做的事 是,那我想我都想做的事是每个人都想做的 但是你看看读医科的本身,为什么你会有立志读医科的一种想法 是否从小对医学很有兴趣 哇,这一样 就不是的,其实我小时候对医科没什么兴趣 可能我身边太多人想去读医科 就搞得我反而没什么兴趣 我觉得是,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 我读了一两年先读医科 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读医科 开始接触到病人,我就已经感受到 我和一些同学,甚至乎Tilter 我们集中想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可能看到一个病人知道他的情况是没得医的 或者其实作为一个Nurse的角度是做不到任何东西的 我会看到,我会很有兴趣,不断想研究一下他的病是怎样来的 有什么情况,怎样帮他 但是我就会发现,我有个画面之后,不断问他的病情 接着我发现,某个时刻,就有个Tilter 和一些同学用一些很奇怪的目光望着 在那时候,他问你做什么呢 做Nurse也不关事 我在这个过程中,是会感受到 我想做的事情是偏向医疗方面多一点 哦,就是你想基本上是一个医疗 就是基本上是有一个解释出来 而不是只是照顾那么简单 是的 那我想这件事是你的心绩 据我所知,其实你的理科是很好的,是不是 不敢这么说 物理知识呢,我问过他,物理知识是相当厉害的 即是,无论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基本的东西 我想是,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觉得是Nancy的领域 也都是,曾经是,读过有关护理的课程 那接着就来到这个台湾,就继续想读医了 那,台湾读医要多少年时间呢 都是6年时间 6年时间 OK 那现在,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读到大概多少年呢 是,我现在是Year 4 Year 4的 是不是觉得台湾读医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是否中文学医的,还是怎样的 嗯,我们上课就多数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们学校卷是多数都是全英文写的 有些老师会用中文出卷 那么,最重要就是国考 但是国考是,那些technical terms 那些专有名词,就绝大部分都括着英文 所以,其实,不是真的这么大挑战 也都很坦白说,就算我在台湾读了四年Matic 我都会,你跟我说一堆Matic term 那种中文说的,我可能都听不懂 其实,跟香港类似 其实,都是拉丁文来的 就是一堆很拉丁文的 看情况,如果是细菌的学名,那就拉丁文 嗯 其实,我有点同学,读了几年之后 大家沟通,那些专有名词都多了 用了纯英文说话 嗯,我记得你跟我说,有一科考试 有一个教授摊了一条,是否是屍体,还是什么 然后,要指不同的器官,就限时要写那些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不是器官很简单 在里面有很多的 跑台,因为台湾特有的 就是,各个围着,几张桌在看大体老师 他指缘什么部分,就写他的叫什么名字 哇,那就是,人家知道什么 那个夹实老师,指在什么地方 寫标准文 他贴了一张纸在里面 哦,他贴了一张纸在里面 寫标准文 这个叫什么,跑台 嗯 真是相当特别 香港是否有这样的 这个我不肯定 这个不肯定 OK 应该类似 那现在你是不是基本上四年 如果我计算,四年那些基本 在学校上的课程都上了 后面两年是否实习的时间 我不知道什么叫实习 我们在医院上课 就是会见到多些真正的患者 但是,我觉得本质仍然接近上课 首先,我们没有批评 然后,我们也不会怎么下手 真的帮到 所以我觉得,看你怎么看 但是,它仍然是课程关架的一部分 是,挺有趣的这种经验 因为我这个读法律的,或者读文科的学生 但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我想,每日你要见到的东西 或者学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同 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以前呢,你从香港走过来 那,于是乎呢,经历了很,叫做什么呢 很大的一种人生的转折 就是你这个地方去学医 其实,这个来台湾读医科呢 应该不是在你小时候的人生规划里面 绝对,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那,自小,你是不是在香港长大的 是,是 就是,由香港出生,香港长大的 不是香港出生,但是在香港长大的 是,那香港长大的 我想,在小学,中学的时间都在香港长大的 但是,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当然,差很远 这个慢慢的转变 我想,大家都大概记得 比如,在我们小时候 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是 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抗拒 叫自己做中国人 你明白吗? 北京奥运的时候,香港人是很自豪的 接着,一个转变的环境 就是感受到 来自于中国,北京 或者是亲北京的人 的一堆打压之后 不断慢慢把这个 认同感移动去 香港独立 或者总之就是 反中的一面 其实这种改变 是在19年才发生 是之前已经开始发生的 那一定不是19年开始 我觉得是 10年这个 那股十年间 这个转变比较明显 就是在2014年开始 去到19年这个转变比较明显 就是去到 就算是2012年左右 其实2012年 港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是的 去到这几年间 那个转变是最明显的 那你看回 我现在这么说 是否说你小时候 你的教育 或者周边的环境 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还是你觉得 我一向都不是中国人 我是香港人 那去到2008年 那时候 到了2008年 达到高峰的时候 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不会 我们小时候 都没有人特别说 我们不是中国人 当然 因为那时候 没有人挑起这个东西 但是 不会有人特别觉得 香港人 和中国人 是一个 冲突 或者矛盾的身份 所以不会有人执着 这件事 但是 那时候 没有什么人会否定自己是中国人 嗯 那你的所谓的 慢慢开竅的道路呢 是学校 还是朋友 还是一些社交媒体方面的影响 导致到你 2008年之后 慢慢慢慢的转变 我觉得 当然是社会 就是为什么大家 会有一个 纯粹在制度内改变 也会觉得自己有中国人的身份 变成没有 这个改变就是 你看到 我想一句说完就是 那句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觉得制度内 是没有可能改变到任何东西 就是见到 这个 国家越来越差 然后 感觉上 你见到 他和你 是在 对抗的两个群体 香港人和中国 和中国政府 你觉得中国当时 差在什么地方 可否举些例子 给大家听 习近平上台之后 应该比较明显 各种人权 各方面都越来越差 就算说香港 境内 当然 立法会打压越来越多 最大件事 就是DQ 就是选 选出来 不喜欢就DQ 接着 就是所谓的人大释法 当然 中国境内 比较大件事 大家知道 就是集中营 是 新疆的再教育营 这些是很大的 层次的人道灾难 这些事件 当然 小事件 我们 在一般的新闻 都会见到 中国有更加多的 这个叫什么 捉弃意见人士 这些 我们都会见到多了 而 反过来 还在胡锦涛的时候 我身边听到很多声音 我会觉得 他虽然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 在他 胡锦涛年代的共产党 是 有些位置 是变开放了 而这些事情 是在 习近平上台之后 走回头路 嗯 你说在胡锦涛年代 我想他由2008年开始 这个胡锦涛是第二期 第一期 就是 他刚刚接江泽民帕的时候 2008年 我想是一个转折点 你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你都很清楚 那就由对于中国的 很高度的膨胀的一种 就是 认同感 一路开始慢慢回落 就是高峰 走向低谷 那高峰的点就是 北京奥运 那接着你发觉到很多 譬如三嘴青安的 毒奶粉事件 譬如说 在西藏也有大的镇压 2009年有所谓的 就是75的暴动 即新疆那个地方的大镇压 那接着你看到 刘晓波 也都是被捉了 之后 李旺洋 也都是过身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 都是 我觉得很多上街 示威抗议的 那 你那个所谓的 对于香港这个 国族意识的兴起 或者觉得 我的身份认同 不是中国 而是香港 这个时间 是否可以说是 大概 是否在2012年 反国家运动的时候 是怎么开始 嗯 我同意这个说法 差不多 那时候 也看到 香港政府自己的 官员的 都越来越 越来越 不像一个 自由社会的人 例如 你刚才说起 李旺洋 我记得 那时候 也有 香港的官员 公开表示 这件事很奇怪 觉得 極度可疑 中央政府 一定要 要交代清楚 等等 这个是 在这个时候 绝对 没有香港政府的官员 勇敢出来 说这些说话 你自己有没有 在这个 港英时代 繁华 摧颤的香港 生活过呢 记忆上应该没有 是 极小 记忆上应该没有 嗯 所以你基本上 的记忆就是 由董建华开始 是 董建华开始 那你对董建华的 印象是怎样 很小 那时候 有七一大游行 叫他们下桌 但我要承认 真的 印象是微博的 也很小 就算出去吵 其实 真的 可能不太懂事 老实说 不记得 就是 那些人叫老猛董 老猛董 接着 接着 去到 现在 很多人又觉得 原来他们也不太差 这个挺搞笑的 我记得 所以当时董建华 当年 他有所谓的 所谓的 推当年的二十三年立法 这个是2003年 有整七一 有整五十万人去上街 当时你是不是都是 我应该是 没有记错 小学生的时候 应该是 那当时学校 会不会讲这个问题 呢 印象中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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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是 那时有个教改呢 就好像有说 是 羅范昭勋 是的 李国章 羅范昭勋 教改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后来就推动了通式教育 你觉得通式教育 对于你来说 啟蒙 是有正面的帮助 还是有负面的影响呢 没有 我很坦白说 我们第一届 是自发 OK 我们第一届 我们很反感 因为 纯粹站在中学生 那样 突然塞我们读多一科 当然大部分人都很討厭 这是最诚实的想法 读多一科 其实没有取消其他科 没有读多一科 没有读多一科 要变得多一收 必收科 哦 中英数字外 是的 其实我们很反感 然后又 要利用一些 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基本 很理所当然的东西 说一些废话 哦 明白 那时候也有邀请一些 比较擅长的 比如一些社论 有某些人去做 结果 结果都 拿得很低分 其实他们有分析 他一望到题目 根本就 没有办法给到答案 但是他就塞你 因为框架 你一定要跟着一个框架 你要同意或者反对 或者如何部分同意 如何部分反对 然后分开 有很多人跟我分开 其实他就跟英文写essage 一样 你用作文技巧 是一个写essage 评论的技巧去分割 而不是特别去反思 要说到什么很有道理的东西 然后你通常都会拿到高分 是 通常是平衡报道 比如说 问你觉得这个 专制独裁好不好 那又不好 又有这样的原因 好又有这样的原因 是的 之后呢 就是中间要 中间要折衷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类似 用这种方式去答问题 我自己觉得 在现在的情况下 那是否可以走得通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么 你觉得这个制度有没有改变过 自从你毕业了 看回头 其他那些妹妹啊 弟弟啊 那些所谓的 通识教育的受教育者 在这方面 会不会这个通识教育之后 有进步呢 我觉得是有些是变了的 因为尤其是 当政府在打压的时候 那些学生就反而会想读一些 想留意一下 他们是不是在读一些 需要读的东西 我可以引用一个研究 就是因为 我想先提到香港的 中国认同不断下降 然后社会 越来越 反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多 那因为香港政府 或者中共 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 这个问题在他们里面 那他们的 其中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说法就是 将责任推到通识科那里 你看到很多 香港官员曾经攻击过通识科 这一件事 因为他们就 找一个代罪羔羊 不关他们的事 一定不是他们差 那是哪个问题 通识科 多了一科通识 我记得当时 香港是有人做过一份研究 去看看有读过通识 和没有读过通识的同学 去对于新移民 或者中国人的那种反感 或者接纳的程度 那结果就是 有读过通识科的同学 是更加愿意接受中国人 是的 OK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一节再和大家聊 就会有没有读过通识科